他從這個出來參政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是一直高舉的這種高道德標準 他高舉的這個道德大旗 但是然後他又常常 你說自己高舉道德大旗就算 他又常常去檢驗其他政黨 或是其他政治人物 用很高的標準去檢驗 但是回過頭來發現 用這樣子的標準去檢驗自己的時候 發現往往都是沒有辦法去檢驗 所以他只能到最後去跟人家比爛 那我就常講一句話 就是說你要當個聖人 你就整天跟人家比爛 那老實講那就是一個精神錯亂 會讓人家覺得精神錯亂 那所以我才講 真的這種大家覺得精神錯亂的人 很多可能都已經離開他了 不管是他的幕僚或他的支持者 很多離開他 那留下來都剩什麼 剩信徒嘛 因為是信仰他個人嘛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說的一定是對的這樣子 所以我才說現在民眾黨 已經變成是一個宗教化的政黨 拒絕抗告這件事情 那看起來就是要壓大概兩個月 那這兩個月時間 他就是要蓄積他這樣子的一個 政治悲劇英雄這樣子的能量嘛 那要告訴小草說 我這個一切都是被政治迫害 都是司法不公 所以他們持續用這樣的訴求 讓大家去相信說 他現在受到的這些對待 都是執政黨對他的一個迫害 就是說他用這兩個月時間 跟你檢方對賭 所以你檢方如果假設延壓 或者是你在這兩個月沒有收到任何 直接這樣一刀斃命的經流證據的話 那當然 對檢方來說是比較不利的啦 也就是說現在看起來民眾黨就是在賭一個 這兩個月的時間到之前 你檢方根本查不到任何跟他有關的經流 結果目前看起來只有所謂的那一千五 但是那一千五有沒有實際的經流證據 現在看起來看不到 所以就會變成說這個賭注 就是兩個月的時間內要把它找到 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當然這個風向就有可能會轉變 那只是說我覺得當然他現在看起來 他比較我認為他比較在乎的 應該還是沈慶晶這一端 也就是說沈慶晶跟印曉慧這一端 因為他們這一部分比較關係到是經流的部分 那對彭正生來說 我看其實你看他們 包含他們在這個集會上面 這個陳佩琪不斷劍指彭正生是蓋這個 所謂的假裝的這個人 那我自己認為他們現在看起來 就是直接把彭正生推到對立面 但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到底對柯文哲來講是有利還是不利呢 我自己覺得我是蠻懷疑的 也就是說彭正生現在看起來 雖然圖利罪這一部分 他能吐的東西大概也所剩無幾了 但是未來還有好幾個案子 大家要記得未來還有包含 像這個雨果市場案 還有各式各樣的案子 就跟台北市工程有關 都是彭正生這邊去負責處理的 那彭正生未來這個案子 還握在檢調手上嘛 那偵辦下去會不會對柯文哲 也是同樣不利的狀況 有在櫃上面賽圖以前 柯文哲講解囚徒困境的影片 對 然後說會不會覺得他現在這樣 會不會覺得自己會 很貼切有沒有 不會啦 就是囚徒困境他其實是一個 反正他就是一個理論嘛 他其實也不是真的講說 人家被抓去關會怎樣 我覺得他那就是一個 大家平常在講的一個理論 那時候我們當然就拍了一支這樣的片子 那只是說 現在我講到的是 因為金華城現在也面臨到類似的狀況嘛 因為畢竟相關的市政相關的這些人士 都被收押境界了嘛 那所以現在其實也是陷入到一個 囚徒困境的這個困局當中啦 那當然他當時他自己在分析 他那時候還可以很理性的分析 在那樣的情境之下 他應該怎麼去應變 那他其實講到兩點嘛 一個叫做強大的溝通力 跟強大的報復力 才能夠讓當事人去做到一個 對他最有利的判斷嘛 那現在看起來 應該不至於會有所謂的強大的報復力 但是強大的溝通力有沒有 這件事情就是會讓大家懷疑說 會不會最近他們在外面的一些言論 或是在外面的一些說法 就是在執行所謂的強大的溝通力 也就是在做隔空篡證這件事情嘛 所以就是會讓大家好奇到說 會不會他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是想辦法去跟沈慶晶釋出一些善意 然後希望沈慶晶這邊 可以少說一些對他不利的這些證詞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比較有趣的地方這樣子 對 好 董強總 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現在有滿多網友在開支 會不會翻出來 然後比如說就會 發到他以前說 帳目要公開透明 然後還有就是 講到說什麼不要跟 不要跟人家拿錢之類的這種 就是選舉應該要透明 選舉應該要降級幾輩這些話 會不會覺得很難 因為他很早以前 他我就常講嘛 他從這個 出來參政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是一直高舉的這種 高道德標準嘛 他高舉的這個道德大旗 但是 然後他又常常 你說自己高舉道德大旗就算 他又常常去檢驗其他政黨 或是其他政治人物用很高的標準去檢驗嘛 那但是回過頭來發現 用這樣子的標準去檢驗自己的時候 發現往往都是沒有辦法去檢驗嘛 所以他只能到最後去跟人家比爛嘛 那我就常講一句話 就是說你要當個聖人 你要整天跟人家比爛 那老實講那就是一個精神錯亂 會讓人家覺得精神錯亂 那所以我才講嘛 真的這種大家覺得精神錯亂的人 很多可能都已經離開他了 不管是他的幕僚或他的支持者 很多離開他 那留下來都剩什麼 剩信徒嘛 因為是信仰他個人嘛 因為不管怎麼樣他說的一定是對的這樣子 所以我才說現在民眾黨已經變成是一個 宗教化的政黨 就是這樣子 對 那小劉哥我們看到那影片比較有趣的是 就是因為阿伯他有說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兩邊的這個 就是一定都會認罪 那你自己怎麼看就是 這一次會不會一語成誠 他當然有講啊 就是說最有力的狀況就是 兩邊一定都會認罪嘛 兩邊認罪那當然相對之下 兩邊這個刑期就會變得 就相對之下是比較輕的 可是他裡面當然我剛剛有講到 他裡面有講到兩個彈書 一個叫做強大的報復力或強大的溝通力 會讓最後大家會是一個 對雙方最有力的一個狀況 對雙方最有力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彼此之間不會把彼此給咬出來 就是彼此不互咬的這樣一個狀況 那只是說我覺得當然他現在看起來 他比較我認為他比較在乎的 應該還是沈慶晶這一端 也就是沈慶晶跟印曉慧這一端 因為他們這一部分比較關係到是金流的部分 那對彭政生來說 我看其實你看他們包含他們在這個集會上面 這個陳佩琪不斷見指彭政生是 蓋這個所謂的假裝的這個人 那我自己認為他們現在看起來 就是直接把彭政生推到對立面 但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到底對柯文哲來講是有利還是不利呢 我自己覺得我是蠻懷疑的 也就是說彭政生現在看起來 雖然圖利罪這一部分 他能吐的東西大概也所剩無幾了 但是未來還有好幾個案子 大家要記得未來還有包含 像這個漁果市場案 還有各式各樣的案子 因為跟台北市工程有關 都是彭政生這邊去負責處理的 那彭政生未來這個案子 還握在檢調手上 那偵辦下去 會不會對柯文哲也是同樣不利的狀況 所以我不太覺得說他們現在階段 把所有責任都賴給彭政生 這件事情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抉擇 你怎麼看他昨天不提抗告罪的操作 因為尤淑瑞自己是分析說 一來是要怕抗告也會被駁回 那二來就是想要打造成 自己好像是被司法欺負那種殉道者的形象 當然是這樣沒有錯啊 其實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來 第一個當然抗告成功機率很低 既然不會成功 他一定要用這個機會來做政治操作 那再加上週末他算是 我覺得也算是成功動員的小草 鞏固這些基本的小草 讓他們氣勢不會不做潰散 那所以也有很多一些藍營的民代 或是藍營的民嘴 開始這個風向 算是轉的風向 就是你現在從那天開始 開始回過頭來去 訴諸說要跟民眾黨這邊繼續 就藍白這邊要繼續合作這個議題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說 其實目前一來就是週末這個動員是成功的 那氣勢沒有潰散的情況之下 讓這個藍營這邊 這個風向開始轉變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他要繼續在土城看守所這邊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 這個所謂的拒絕 那個叫什麼 拒絕抗告這件事情 那看起來就是要壓大概兩個月 那這兩個月時間 他就是要蓄積他這樣子的一個 政治悲劇英雄這樣子的能量 那要告訴小草說 我這個一切都是被政治迫害 都是司法不公 所以他們持續用這樣的訴求 讓大家去相信說 他現在受到的這些對待 都是執政黨對他的一個迫害這樣子 可是如果這樣子最後 檢方真的找到證據的話 不就他爆掉 加上整個民眾黨都一起就爆掉了 當然我覺得 所以才說這是一場好賭 就是說他用這兩個月時間 跟你檢方對賭 所以你檢方如果假設延壓 或者是你在這兩個月沒有收到任何 直接這樣一刀斃命的經流證據的話 那當然對檢方來說是比較不利的 也就是說現在看起來民眾黨就是在賭一個 這兩個月的時間 到之前你檢方根本查不到任何 跟他有關的經流 目前看起來只有所謂的那一千五 但是那一千五有沒有實際的經流證據 現在看起來看不到 所以就會變成說這個賭注 就是兩個月的時間內要把它找到 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當然這個風向就有可能會轉變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在彭政生掌握 柯文哲非常多工程公務的案子 那現在周刊是說有一些人 咬出來說覺得要開綠燈的 才會交給彭政生 那所以公務員他們就聞到這樣的味道 所以底下就開始有公文寫鳳交下來 自我保護 您認為這樣是可以觀察到什麼的嗎 其實我覺得直接說是開綠燈都交給彭政生 這有點太過武斷 也就是說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因為畢竟彭政生很多的案子都是跟中工有直接的關係 包括像漁果市廠案 金華城這些案子 都是這個中工跟所謂的 沈慶金威駿集團有相關 那所以這些公務員他們當然會自保 為什麼會自保 他們長期待在臺北市政府 他們甚至有些是從黃大洲時期 就在市府工作 那所以他們當然知道第一個威駿集團 不是一個非常正派經營的這個財團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也知道金華城這個快遞的歷史 跟他的脈絡是什麼 所以當然他面臨到長官 因為他們當然是自己知道這個底線 他們知道的那個底線大概就是392% 或者是最後監察院放寬到所謂的560% 這個就是他們的底線 那超過這個底線 他們必須要讓他們去背這個責任 他們當然不會背 所以一定會在公文上面註解所謂的鳳嬌下 甚至是有些長官 他可能會在特別關鍵的會議就缺失 或是不簽名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都會有找到自己自保的策略 因為公務員跟就是鐵打的 鐵打的公務員流水的官嘛對不對 所以這些公務員在裡面待那麼久的時間 比你在裡面的時間還要長的情況下 他們當然非常清楚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應對這個狀況 對 柯文哲也把這個公務員 因為畢竟彭正生是公務員出來的嘛 那如果他就是把這個交給彭正生 他是執行科的旨意 還是說他其實也有 就是有些變化 就是剛才就過了公務員的底線 我認為當然 柯文哲下指示這件事情 現在看起來從所有的 現在公佈的這些相關的 不管是媒體報導也好 或是這個相關的裁定書也好 都非常明顯可以知道說 其實柯文哲絕對是知情 而且絕對有做一些 可能會有過度關切的一個狀況發生 那所以相對之下 不管今天是彭正生也好 或是底下公務員也好 我覺得他們自己當然會 非常的小心為重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他們長期跟威京集團 長期在台北市政府這邊 長期在台北市政府 長期跟威京集團打交道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非常清楚說 那個底線他們是絕對不會跨越的 所以今天我認為現在看起來就是 因為柯文哲很明顯就是跨越的那條底線 那所以讓今天才會造成說 他今天會進到這個土城 進到北索這邊的一個狀況 對 好 就是在台志光的事情 柯文哲跟彭正生就整個炒翻了 喔 呃 台志光這邊是這樣 因為柯文哲跟彭正生鬧翻 主要是因為當時這個複議案的過程當中 他要求這個彭正生去跟這個市議會這邊遊說 希望他們能夠支持這個複議案 可是你要知道說這個複議案是在所謂的 這個他卸任前一個月才提出來 那卸任前一個月又遇到選舉 當然議會當然老實講就是異性藍珊 那而且再加上他們自己黨籍的議員 他也沒有去說服他 所以這個複議案最後在沒有進入到表決的程序 過程當中就被封殺掉了 所以當然柯文哲很不滿 可是彭正生當然也會覺得很委屈 他就覺得說 這個你當時你這麼急就張的去提這個複議案 那你也沒有 好像你對這個態度 好像過去也沒有特別的關切或特別的積極 突然間就覺得說 好像要用這個所謂兩妹變三妹這件事情 來倒打議會一把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可能從頭到尾 彭正生認為這就是柯文哲的一個政治動作 所以他沒有想要去理會 或是沒有想要去積極的參與 但是很顯然柯文哲最後還是把這個責任丟給了彭正生 所以讓彭正生非常不滿 我覺得這就是 為什麼現在可能彭正生跟柯文哲之間關係緊張 甚至有可能會當所謂的污點證人 也許就是當時種下了這個因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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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